大家好我是白定啊今天来的话也是关门访会 讲两个功能一个是这个Pan另外一个是这个Rip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两个功能 因为这两个的话如果是单纯话外观来讲 其实Pan那是设定问题这个我会讲 那另外一个是这样子那个另外一个真的是很少用 是你画电子产品画什么的才会用 好那我们先随分画一下一个东西吧 然后来讲这样子也要好讲这样子啊 那首先这样子我们可能是给他一个40 啊对然后这里是条线的吧我们给他一个一个 给他一个一个以后对那已经有了一个这样子行 那我们也是一样给他一个10一个2028 那么太多那这样子我们有一个这样子对吧 那有一个这样子的底了啊我们再给他一个抽壳 抽壳我们给他一个1的厚度啊啊 然后那抽壳这边可以跟你们讲讲你们可以就是说 那个Share Albert就是那个就是说他会怎么样就是说 如果你你们可以细心的看一下啊如果没有勾的话 你会看一下这边在这你看到对他是往内侧抽 那如果Aura就怎么样刚刚这条边的话会成为现在我指的这条边啊 就说他外围的抽壳就说会帮你加厚度可以这么去理解 好那再下来我们这样子啊我们讲一下先讲一下Pan吧可以吧 Pan的话是这样子一个东西啊怎么讲呢其实有看水龙头那集的话就是下一集的话 会用到一下这样子那通常Pan的话那你会看到我们打开的时候有三个Reference对吧 那三个Reference比如说现在这样子我想在这个外围我再拉一个圆柱出来啊 我想画一个圆柱然后从这边拉出来那怎么办呢方法有很多种我可以从这边 比如说像这样子我随便画吧啊 那我现在在这个面上面当然你们都知道那个面他是可以帮我当做一个基准面来用的 其实基准面有时候不一定要自己设置我可以在自己用这个面上面当做一个基准面这个没有问题的 有时候用基准面的时候呃用这个面当做的基准面有什么好处啊啊可以这样讲 呃他会变成一个就说他的官员性那肯定会比基准面更好 就说你得看你本身你整个模型的所有步骤要怎么样去关联我觉得最重要是在这里啊好 然后再下来我们点一下这两个点然后我 constant 哎你看到对那我然后我再进行一个拉伸 vero 二十星那假如现在我我现在想画这样子的元座的那我一开始没有那个面我要怎么画了那这时候就这样子了啊 pan 对吧那设定pain通常fest 说的话我可能会选那个 呃通常我就选这个from talk right就反正这三个面那比如说我比如说像幻想我们没有这个元座我先把它删掉好吧 yes 上掉以后 然后这样子我们点下 plan 然后我们选择第一个reference 那肯定是说跟那个这个面他是同一个方向的对吧 那我们选front 选front以后你会看到你们有不同数字 我刚刚那个话是20对吧 那我们这时候我肯定20 philip offset 意思是什么 对可以是说那个方方方向对吧 那你可以就说两个面三个面啊 这里你们我觉得都很很简单 那什么叫seq 个没粉丝 first reference 我觉得你们用的会很少 second 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这样子啊 这里有个pen 比如说这样子啊 我比如啊 可以有办法 嗯 呃 看一下啊 因为有时候有些东西没有那个好的素材 你把好好演示 好 那这样子我把这些都给删掉 可以吧 然后呢 我这样子 我在我要 我在top这里 对吧 然后我就这样子 我就这里 我就弄一个点 可以吧 但这个点多少 你知道 我呃 我不知道 比如说你当作他是一个已经被绝对定义了一个图 好吧 我用define的一个图 好 那这时候我回来 我们再弄一个print first reference 那我们记得刚刚我们选的是front 对吧 选一个front 然后这时候我想要我选这个点 哎 你看到对 他这个front就会在这个点上面 能懂吧 就是说第一个第一个参照 第二个参照 那设定这个点有什么问题了 首先他一定是一个平面 它可以是个点 但是你第一个一定是一个平面 你不可能说我上面有个曲面 那我 我 我想在这个曲面上面画了 这个是做不到的 就是说so print 你一定是一个平面 你不可能说我平面上面画曲线 不可以 你们画soniverse我今天都知道 那现在就这样子了 那比如说我这里打了勾 那我这里回去一下 那个点的高度 我能不能去给他一个标准可以 那我们这时候给他一个2 测试 退出 哎 对 你们看到这个会跟着这样子变 对 这就是基础面 其实也不难 其实就是设定问题 其实用不了很复杂 对 好 那再下来 那一个 这个的话 我们这样子 我想把它 我把这个回去再减低一点吧 有点有点太高了 ok 好 那就这样子 那有这样子比较好看的方便一点啊 然后再下来 我们讲下个功能 就是那个 反馈的啊 反馈的功能 那首先这样子 那下比如说我想在这个中间上面有画个面 那他在右侧 对吧 那右侧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比如啊 我们可以这样子利用回去刚刚那个面 比如说我想一个white pen在中间 对吧 因为这个功能更多时候 就是对啊 这里 我 你看我选择两个点 对吧 哦 看一下 哦 看一下 overdefined would you would accept 对吧 那就先 那就 ok 我先把这个标注给删掉吧 然后这样子 这个 这些都给那么多 我再来一遍 那个 我再来设定一个 这个范围会 然后往下拉啊 那就 ok 了 在一几个 为什么还是有了 发生掉吧 还是一样 然后我们就 constant 好 不用开始 我们先把这条边和这个还是一样 给他拉一个二次转型 好 那个黑色 黑色了吗 好吧 毕竟 那一个 好 锤子 ok ok 这个pain 2 对吧 啊 没事 那个 second reference 他说找不到了 我们这时候就delive 对吧 选回去这个点 一样没有问题啊 不影响 好 那回去 我们刚刚的正题了 那我现在有这个点了 对吧 我们也知道他是分钟了 那因为这个功能他很多时候就是他是在中间画 他不会在左右两侧 然后画外观正常是这样子 我们通常会在前面 就边缘的这边入手 然后画到中间 对吧 从外到内就是我们简直到什么 negative space 然后转到positive space 然后画到中间嘛 那现在tubular pain 通常是这样子 那我们设定一个pain first reference 然后我们再来second second 我们选的这个 对 你又看到他中间 因为通常是这样子 他就反正就是他是怎么样 就会说像这一种 呃 那我先画一个那个例子给你看一下吧 那像啦 我们中间这个定额 对吧 那我们sketch 对吧 我们就把这个人画一下写 啊 一个我们神调形状 那我们长取了这三个点 对吧 那这个图那 他fully define 就是完全的一个完全的一个什么 完全定义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对吧 那平常我们比如说 我画这样这个形状 那我这时候拉伸啊 那我这一次我显示了一个密配 对吧 左右两边 我给他一个二一样啊 没问题吧 这里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吧 像这种比如说平常一个 比如说有一个这样子的壳啊 如果没有 我这个叫什么 呃 因为平常那个普通话是叫加金 粤语的话叫加骨啊 所以那就通常是这样子 呃 这个的话反正就是说本身的一个强度不够 他那加了这个 你能稍微有 就我觉得应该能懂就是说 加了这个金的时候 他很多时候怎么左右两边他会更加强度会更高 那肯定是我们四个面或者两个面一定要加吗 增加他强度吗 那他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个功能 所以说这个功能他到肯定是怎么样 就是说你很呃 比如说电子产品或者是说很多的 就是说3C产品那类的 他会经常加很多里面吗 你拆那个塑料壳 里面很多的就小小的那种 这种小股嘛 就这样子 那所以说这个功能就为那一个时候就加那些东西的时候给设置的 因为平常你画外观的时候他不会说会加这个东西 呃 我相信他应该能懂吧 好那这时候我在另外一边 我照样用这个草图 我在另外一边画 另外一边那个我还是要sketch 我这一次我就这样子 我就两个点对吧 那这时候这次呃两个点我让给他一个15 那这里没有问题吧 15以后打一下勾对他这次这个折劲只一条线就可以 不用像我刚刚那样子画整个三角 就是他们更快速的帮你去加这个金 那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说这个功能作用来讲 你画结构很没有用 但是画外观真的没有 那这里有个箭头 你会看到比如说我在外平对吧 他会上下 如果我在套配反正他是左右两边吗 那如果你像我这样往上一点 那肯定是不行的 我往下一边 哎 ok 哎 你看到对他就自动给加出来 能懂吧 这个这个就这个功能 那我们一那肯定不够 我想要一个二了 这个数字是他左右了 跟上下没有关系 你们自己要理解啊 这个就是说反正我拉了一条这样子线 他会往一个方向 帮你把下面这个面给填了 所以他通常就为了加金这么去用 不知道这么讲能不能懂 还有一个地方他更有用什么 他有这个角度 就说还是要往下 往下走 你看啊 就说还是还是这样子 往下去做 然后那个角度选择 对 我选择一下 不好意思 对 然后这个不用不用 这几个 我们选择一下这个 好 不好意思 再来一遍 那个 对 呃 这次我们他可点一个对这个角度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 打一下勾啊 有没有发现这里表写 他更多就是这个 就是说用了功能其实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说他能快速的给你加金 就是说我不用再画一个三角 我只会画一条线 他就直接就完成了 然后冲到 反正我 他肯定会冲到最近的两个面啊 因为这个通常你可以直线 呃 像这样子直线有问题 像这样 比如说我现在画一条这样子的直线啊 其实就是说一个快速的拉伸一个这么去一些 但是只限于一个薄薄的面 比如说我现在这么一块 我选择这条线对吧 呃 ok 然后就对哎 你看到了 左右两边 哎 你会看到对这个线 他就 你会看到 就说反正左右 他会按着你的这个基准面的左右两边 就说像我刚刚是wise 为什么要wise 而我不从上面画 原因就是说我左 他是什么上下两边走 那我刚刚怎么样 我是直接点这个面去画 所以导致会怎么样 他会完全没 他就没办法用这些功能 能懂吗 所以有时候你们点 为什么点不了 研究在这里 好 那这时候像我要在刚刚那位置在画怎么办 好 我还在画一个哪个 我一样white print 对吧 white print 然后这一次 呃 white print已经有了 对吧 呃 second reference 不需要 然后这时候二十有点多了 对吧 那我们选个十啊 这个位置 我们这些就在这里画 那white print也是一样 啊 我们选一下scatch 这个对 虽然能懂吧 就是说他的频 他就是跟你平常用那个extend这功能的话 方向不一样啊 这个你们要理解到 好 再下来 我们我们学会这功能 对 操作可能有点快 那个打一下勾啊 哎 你看到对 就是说反正就是他他反正这个平面 你看到这次 我不在刚刚那个 我在这这个 你会发现就就反正就是说 我在又是他就又是上下两面 我在这里他肯定就左右两边这样走 所以说左右两边 那他刚刚一拉过去的时候 他就没有 他一定要有 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怎么 呃 死路给他 就是说你看到 那上面这一条呢 那这有三个面倒帮他 就帮他挡住了 他就知道说 我走 我加到这里他就结束 那像刚刚左右两边 他是没办法走左右无止境 所以说这功能不成立 能懂吧 所以说那一个加这个开幕角度 像那这时候我们回来这里 我们这次那个开幕角度 点一下这个 看为我们这次来的 45吧 我觉得这是你们应该看 哎 你看到对 就这样子用 是不是你看到这里一加完 然后我 我在后面我再抽一下可你们看见这个效果 哎 你看到对 懂吧 他最方便的就是说一个是加这个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用的 呃 加那个开幕角度 就是说很多时候有模具 那开幕的时候这个角度显得很重要 那如果是对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是为工程师的设施的一个功能 对 那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发的关系很少用 好 那一个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那一个 下面给我们一样 我一样就看到 微信看到你们那个反馈 我就照我们视频 好 那一个谢谢大家 喜欢哦 像我们这份儿 万键地儿 也不要给我们软给我看 我的关系 我看这里今天儿好 除了